就像虹蛇 生命天使与你共同关心这世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时又说 未来时代追随莲花园之鱼的幸运人们 朝着仔细聆听吧 首先在道上修行时 你必须精进努力 因为过去你将所有心神 放在迷惑经验中如此之久 无数节以来 你所做的一切都在迷惑中偏离了正道 如今获得人生 你应该要在此时切断这个迷惑期望 一切有情众生都被阿赖耶无明分的黑暗所复毙 当二元相对的经验升起时 这种经验会透过对二元的直取而变得故事起来 无论有情众生在做什么 他们所做的一切皆是悲哀的行为 获得一个人生是极为困难的 所以得到了人生 却只有少数人听过佛的名号 听过佛的名号之后 也只有极为稀少的人会感受到信心 而即使感受到信心 进入佛法后 许多人还是会像顽固的野兽般 毁坏自己的三昧耶戒律 往下堕落 看到这些有情众生 菩萨感到异常绝望 而我 莲花源 则感到无限哀伤 错家在佛陀教法住室之地 即使得到圆满人生的人们 无数生以来已积聚了无边功德 他们却仍然经历着六道友情十足的业力 其中有某些人听到佛的功德恶之时 由于被贪着与称恋所积之故 还担心他人也会对佛功德感兴趣 因此在他们成为佛陀教法追随者的一份子后 竟还担心轮回会浩劫 这种贪着与称恋 即使地狱的种子 这些人来世 将会投生到完全听不到三宝名号的地方 生在现代或是出生在未来 并能正确听闻莲花源话语的人们 以下就是你们应该做的事 为了好好利用你已获得的人生 你需要殊胜的佛法 那些执着且渴望世间身旺和名声 却没有实在修行佛法的人们 不过属于动物当中的最高层级吧 如果你对这一点感到怀疑 你可以仔细思量一下 总是渴望或挂念着身体的暗示 挂念着身体能否继续存活 挂念个人的胜利攻击 挂念个人自焦的得意受惠 担忧个人的仇敌会得到人后的回报 这些全是世间人所具备的心思 而天空中的鸟 地上的老鼠 住在石头和岩石下的蚂蚁 也全都拥有同样的心思 一切友情众生 都有这样的挂念可求 想要比其他众生少一些 伤害自己的敌人 只能算是动物中的最高层级而已 若真想修行佛法 就必须舍弃对地方的执着 你的家乡即是爱旨与愤怒的出生地 只要存放一些方便取用 和携带的食物及财产就可以了 要确实这样做 直到你已抛弃对食粮和穿着的贪着为止 不要保存那些会让你散乱分心的财物 要去寻找一处粗鲁无理之人 不会常常出入的地方 要谨守食粮仅足够简朴地 养活自己的生活形态 远离有伴地隐居起来 首先要禁止你的罪行 接下来要直观你的心 心的自然状态不恒常 但却投射出心念 这就证明了心是空性的 所投射的心念无阻碍地生起 这就是自心的觉知民性 莫要追逐心念的投射 也不要攀直此认知民性 放松你的注意力 并认出心的体性后 你本人的决性便会显明为法身 时而要做一些禁除障碍 羽毛的持民者 人真果登 在朝向东方的白色珍宝 埋藏物中所决出的福障法 三昧爷 封印封意 愿一切转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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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祥圆满 对赤松德征的忠告 奇异宅 上师莲花生 受赤松德征国王之邀 去净化一块建筑地 建造吉祥无尽院 任运圆满城的桑叶寺 之后 在进行开光仪式时 国王邀请身着暗和射 织井披风的上师 坐在位于上方中央厅堂的 师之软垫宝座上 赤松德征用米制的酒 进式上师 左右手上 各放了装满酒的 金银高脚杯 国王供养了种种物品 将一万尺大小 以松耳石制成的花 以七针的方式 排列在精致的曼达盘上 国王从自己的井上 拿下一个名为闪耀马炉的 松耳石事物 至于其上象征太阳 又拿下另一个名为 坎卢无上秘义的松耳石事物 摆放于上象征月亮 他在黄金曼达盘上 配放了其他珍贵宝物 作为须弥山和四大部州的象征 并配合着赞颂词 把这个曼达供养给上师 非依贫父亲和母亲所生 您的化身像自莲花中出现 此化身已切断生死之流的金刚身 感化着众生 透过无束缚的无影体征 您向聚气堪配的人们 揭示了佛心 显手于种种方便来调化 您将高傲的神灵 恶魔细浮于饰演下 拥有三身圆满的事业之故 您的化身像 更胜于其他诸佛的摄像视线 我向金刚顶卢曼的莲花像顶礼 并以前进来赞颂您 虽然您在受用五根欲乐时 没有任何执着或贪恋 但是您却以悲心接受五欲之乐 使得一切众生能造作功德 当我向您习请 赐予无上深奥之意时 请仁慈地眷顾我 上师回复说 国王陛下 您欢喜我现在的色相视线吗 国王回答说 是的 我很喜欢 然后继续说道 无有四大种之急 超越身也超越死亡 您具有高洁的悲心 为着众生的利乐而行 您的心 以法性的固有本质 很久安住 是的 我欢喜您的体相 众生的护佑主 然后上师说 你应该知道 行者的上师 甚至比此节中的谦佛 更加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此节中的诸佛 都是追随上师之后 才出现的 在上师存有之前 佛这个名相 也未曾存在过 接下来并说道 上师是佛 上师是法 同样的 上师也是生 因此上师是三宝的根本 无需再崇拜其他的 尽力地服侍你的上师吧 若能使上师欢喜 你便会领受到 所求的一切成就 然后国王向莲花生大师 学位 伟大的上师 当我们想要从 因为来成就果位 佛果时 对一位友情众生而言 首先了物的见地 显得格外重要 但拥有了物的见地 又是什么意思呢 上师大道 一切见地的顶峰 即是正觉心的菩提心精髓 广大无边的百万宇宙世界 十方一切善事 和三界所有众生的本质 皆是相同的 其中一切的一切 皆被含涉于正觉心的 菩提心精髓之中 心在这里指的是 从无声之中 升起的种种不同展现 然后你可能会问 佛与友情众生的差别是什么 这无非就是了知 或不了知自心的差别 觉醒的境界 或佛性 就存在于你内在 然而你却不认识它 众生因为不认识自己的心 走岔了路 因而进入了 存有的六条川流之中 接着你可能还会问 那么了知心的方法又是什么 若要认识自心 经典中教导 你会需要上师的口诀 关于这点 我们说 心即是思考者与辨识者 的确是有某种经验者 不要在外界寻找此心 要往内关照 让自心来寻找他自己 要对自心本性的实况 达到确信 心最初由何处生起 现在又注留何处 看看最后心又去了哪里 当你的心 往内观看心自身时 心发现 心自身并不从任何一处生起 不注留在任何一处 也不去向任何一方 要解释 心就是如此这般 是不可能的 我们会发现 无论是内在或是外界 心都是毫无实质存在 心没有某个观照者 心也不是观看或观照的行为 体验这心时 它是广大的 没有中央或边际的本觉 心从本初以来 便是空性与解脱自在的 无垠片处 此本初觉性 是本来具有 且本质存在的 它并非此时所造 而是从本初以来 就存在于你自身之中了 而见地 就是去认证这点 对此要有坚定的决断 对此具有确信意志 我们要知道 从本初以来 心就如同虚空一般 任运显现 心就像是太阳 没有任何无明黑暗的基础 心就像是莲花 活受任何过失所构染 心就像是黄金 自身的本质是不会转变的 心就像是大海 是不移动的 心就像是一条河 永不停息 心就像是须米山 是完全无变的 一旦你了悟了新的状态 拥有残修的体验 一旨让自心处在 无有戏论造作 不臣服 且鲜活崭新的状态中 让自心安住在其自然 不受激素 且自由解脱的状态中 不要把自心 致源于外在事物上 也不要专注集中向内 要保持无所缘的状态 在你俱身本性的大平等性中 让自心保持如辱不动 犹如一盏无风吹动的 枢油灯叶一般 在这样的状态中 种种体验便能升起 你的心事可能会变得 强烈满意鲜明或全部中置 或是喜乐 明亮光耀 理念 心也可能会感觉到浑浊 无参照点 或是超出这个世界 惯常的模式 如果这些体验升起了 不要认为它们 有任何特别的重要性 因为它们只是 暂时的经验罢了 切磨攀植或是故作在这些体验上 若能如此 这就称为拥有 禅修的体验 国王问道 拥有行持的平等位是什么意思的 上师回复说 行持在这里指的是 不间断地处于 不间断地处于禅修之中 尽管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正在禅修的对劲 我们也不要分心散乱 无论是行走 躺卧或是坐下时 你都要像西河 穿流不息一般 在一切情境中将此牢记于心 平等位 一直去接纳你所看见的 或是任何五根玉乐 所展现出的一切 同时认出你的固有本性 远离任何贪着或攀植 你对任何事物既不取受 也不排挙 就好比到了珍贵黄金岛上一般 这就称为拥有行持的平等位 佛网又问 什么能让我们穿越动念的危险降落 上师回答说 禅修安住时 若是有概念想法浮现 无论升起了什么 这些都是从你自心中升起的 既然心并非由任何实体所构成 因此这些心念 本身也没有真实的实体 举例来说 就像是出现在虚空中的云矮 又消失到虚空一般 心念在心中升起 又消融于心中 概念想法的本性 即是本然的法性 穿越危险的狭路 意思是说 当自心异动到种种念想之中时 你应该把注意力导向此心置身 就好比小偷进入空屋一样 空性的念头 无法以任何方式伤害空性的心 这就称为穿越洞念的危险小路 两次疾病 求疑者 宿主 幸福 虚拟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护持生命电视台 中华护生协会 为什么 因为护生协会在世界各地 不断地在抢救各种的有情生命 牛也好 鱼也好 螃蟹也好 不分国家 不分地区 因为所有的生命都是我们的父母 所有的生命都是未来的佛 所有的生命都是佛陀的独生子 所以愿各位发愿 深深实施不间断地保护 救护各类的生命 这就是生命电视台 保护生命的宗旨 阿弥陀佛 护持账号 42138483 42138483 护民 中华护生协会 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这次产生肺炎的原因 当然站在我们世间专业人士说 这次武汉肺炎是由因为野生动物的感染传播而起 当然这个事也是个事实 因为很多野生保护动物 特别他们提到蝙蝠被杀 蝙蝠本身身上就有很多传染细菌 本来甚至蝙蝠 它把这细菌放在它身上 藏在深山洞里面就不会在外面感染 但是因为我们人类的贪欲 贪婪 吃 把它给杀了 所以这些细菌就这样扩散了 当然在佛教里面讲 这些病都是由沙叶所生起来 所以佛陀在经典说 这些传染病 瘟疫 就是因为人类的杀生 这一段时间各位一定要不要杀生 多吃素 甚至护持放生 进一步我们也要代表 所有的被感染者来忏悔 当然各位传染病你就知道 传染病不是光我们武汉 而是整个大陆 甚至是整个地球世界 都会因为这样被感染 这个世界不是单独存在 谁可以保守起来的 所以了解这个也是个好 当我们起一个善念 善的行为 也会影响 所以这段时间希望大家不要杀生 对过去的杀业 乃至人类的杀业 动物的被杀 大家升起一个惭愧心 第二个呢 当然过去人类都有各种的战争 所以我们要对过去战争的杀业 给予忏悔 第三个呢 更重要的是 各位在家里最基本的生命来自于父母 所以各位最近也要多一点孝顺父母 因为在经典说 如果我们对父母的长辈的不孝顺 也会引起了很多身体的多病 甚至脆弱而感染 所以总括来讲 按照佛陀的讲法 就是因为杀生 然后呢 生口意不清净 所以佛经里面教我们这段时间 大家守八幻再戒 也就是说生口意保持在好的行为 好的语言 好的心态 进一步这段时间 不要吃肉 不要吃葱 蒜 这些五心 然后呢 保持一个惭愧心 跟各位如果任何宗教都可以 保持一个对宗教的信心 对人类的善心 那这样呢 来回向整个肺炎 希望肺炎能够消除 生病了赶快恢复 往生者赶快超度 所以希望这段时间 大家送心经 送药师经 念佛吃素 念大悲咒 都可以一起来 回向武汉的肺炎 乃至 拓散停止 世界赶快和平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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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